有一位寺庙的长老 他指着长满杂草的一块荒地 他问外地来的弟子说 徒儿们你们看看田野里都长了些什么 弟子们不加厮所地说 师父 杂草 杂草 长老说 告诉我 你们该如何除掉这些杂草呢 一个弟子首先开口 只要有恒心 用一把铲子就足够了 第二个弟子接着说 我觉得用火烧最好了 又快又干净 等弟子们讲完 这位长老站起来说 你们都回去按照自己的方法去除一片草 一年之后我们再到这里来相聚 讨论这个问题 一年很快过了 那些外地的弟子都来了 他们无论采用何种方法 都没有将杂草除尽 然而长老已经不在人世 只给弟子们留下了一本书 书中是这么写的 你们的办法是不能把杂草除尽的 记住了 除掉杂草最好的方法 就是在土地里种上庄稼 我们学博人的心灵也是一片田野 会生出数不清的欲望和烦恼 而这些欲望和烦恼就是我们心中的杂草 有些善良的庄稼也是生长在我们心中 所以我们要在心中 种上那些慈悲和善良的庄稼 记住了 庄稼越多 杂草生存的空间就越小啊 当你每天都想着为别人的时候 你就没有时间去为自己自私的想法而去努力了 当你每一天都是为众生活着的时候 你就不会用自私的欲望去沾满你肮脏的心胸了 所以要除去杂草 要在自己心中培养更多的慈悲 有时候在人间要记住 放弃人间的一些圆满和完美 你会多一份人间的轻松和自在啊 学佛路上 我们要实实在在的去帮助别人 面对现实 你会多一份自在 多多的选择每一个善良 你会多一份自信和从容 广结善缘 你会多一份爱心 相信菩萨 你会多一份希望 去除业障 你会少一份执着 所以学佛人要懂得人生如梦 学修光明 光露佛心 回归自信 你才能广度天下有缘众生 出离苦海 越过城住坏空啊